Hello大家好我是小轰 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一集啦 厂商又记球拍要来送给大家啦 那这一次呢收到初音送来的这三支球拍 分别是这个鹿池跟这个冲锋女王 还有衰尾三种型号 那当然我也帮大家磨福利啦 所以又跟厂商多拿了这个三支全新的空拍 这三支就是我穿线来测试的嘛 然后这三支全新空拍就是要送给你们啦 那这次不知道是第几次第N次收到这个初音寄给我产品 算是蛮支持我的一家厂商啦 我几乎他加全产品钱都送给我了吧 那这次一口气分别送我三支 分别是这个甩尾 这支蓝色是甩尾 然后这个淡蓝色的是冲锋女王 还有红色是鹿池 那其中呢这两支呢甩尾跟这个鹿池呢是这个初音 他们这次跟我介绍他们跟这个艺术家合作所推出的一支球拍 那我说真的在初音跟我讲这些球拍介绍之前呢 我收到球拍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个跟这个什么艺术有什么关系 因为它上面的这些图案啊就 我原本想说就是一些几何图形的啊 因为毕竟我收过这么多初音球拍 它上面的这些图案 那这次呢他跟我讲这两支都分别都有这个设计的这个故事在上面 所以我们来谈一下他们的外观 那三支球拍呢都是萧光琪啊 初音的一项都是萧光琪的球拍 所以萧光琪给好评我个人蛮喜欢的 那这支冲锋女王呢 在我看过这么多球拍里面很少常常出这种颜色 如果初音一贯的风格就是上面的一些点缀的线条都是蛮简约的 所以就蛮素的一支球拍 然后这一支蓝色的呢是这个甩尾 像它这个底色蓝色 这有点带一点深一点的蓝色 那是象征着海洋 然后它后面还有这些符号 我一开始真的没搞懂这什么啊 就是这个海洋对不对 这个波浪这样波浪对不对 前前后后的这种感觉 所以蛮抽象的啦 果然艺术还是有点抽象的 我个人是没有很理解 但是这个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 那这一支这个是录尺头顶的部分啊 有这些很像点点的这种设计 我真的一开始以为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设计 直到他们告诉我 这个是那个台湾这个梅花路啊 身上的这个斑点的这个图形 那我一看 诶对诶还真的是 你仔细一看 然后再想象一下那个梅花路 或是你去Google那个梅花路之后 诶对诶真的是一个斑点对不对 然后中感这边 有一个他们说这个是要勾速 没跟我讲以前我还真以为是什么三叉戟 你知道吗 就我还想说 诶蛮酷酷的 这个是一个勾速的设计 彈角锥的这个地方啊 是这个鹿角 这应该是这个鹿角的设计 所以其实这几支球牌呢 都有这个艺术气息的这个设计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如果你仔细再看的话呢 他这两支这个艺术家联名款的呢 他外外面底色像是蓝色对不对 他里面是做一点青绿色 有点Tiffany绿的感觉 然后这支红色啊 他外面的深红里面带点这种皮肤色的感觉 不过我说实在的 对不对 假如说我这三支球拍 对拿来这边给你们看 你们第一眼会注意到的是什么 这个我相信大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球拍的这个底色 对吧 就浅蓝也深蓝也深红对吧 所以我自己觉得啦 虽然这个初音是送我球拍嘛对不对 但我个人的想法就是 我个人觉得跟艺术联名对不对 或是带一点艺术气息 我觉得这个概念蛮不错的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初音想要尝试跟跳脱以往一些 与球拍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做一些新的尝试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就是他这个艺术气息就是太少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存在感太低你知道吗 导致你不会联想到他跟这个艺术有什么关系对吧 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比较建议啊 就是这种艺术的气息可以多一点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啦 不过外观这种东西还是蛮主观的 就看大家自己喜不喜欢对吧 那球拍呢不管这个外在怎么样 最重要的还是打杆对吧 毕竟球拍还是蛮来打的嘛 对那我来说一下这三支球拍 这两支甩尾跟鹿池呢 他们的框形呢几乎是一样的 那这一支冲锋女王呢就是我们之前拍过很多这个 初音的球拍这种螺旋型的球拍 那这两支呢它是属于破风拍 它不太像是螺旋 它就是有一点螺旋 但就没有那么螺旋 所以我个人还是把它定义为这个破风拍 那这支冲锋女王呢 呃跟之前那个我收到那个女王拍 呃框形我想是一样的 那那支女王拍我之前就讲说 啊这个一点可能太轻啊 重感比较软啊头比较轻 所以打的可能不太习惯 那这一支呢在同样的框形下呢 这个头重做到295到300 就是属于一个偏头重的规格 那重感呢打感我觉得偏硬 所以比之前那支女王拍 像是进阶一点的版本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对吧因为之前女王拍我所欠缺的那些要素 这次都补回来 所以算是一支不错的球拍 还有破风又偏硬偏头重 然后这三支球拍呢的握把都是G6握把 就是一贯初音的传统 那G6握把的好处 就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了 对可以自由调整这个握把粗度 是把这个选择权交给用户 我个人觉得蛮好的 那这两支路池呢跟甩尾呢 这个他们的中感硬度的官方标是一样的 就是偏硬的这种打感 那这个路池呢是我拿到的是3U的 然后这个甩尾是4U的版本 那他们两个我个人觉得差别就是在这个头重 这个路池的头重在300到305 所以是一个可以说是头重的球拍了 那这一支呢就是295到300 所以他们两个在插一个集聚的这个头重 所以这个其实也蛮好选择的 就除了外形以外 就看你平常喜欢什么头重 你习惯打头重一点 你就可以选路池 那你想要这偏平衡拍偏头重一点点 你就可以选择这一支甩尾 两支的框形跟中感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看你们喜欢打什么规格去选就好了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三支球拍的错误一下 这支冲锋女王呢是这个4000块台币 然后这一支路池呢是4300 然后这个甩尾是3700 那最后想讲一下这个我对初音的这个看法 因为收到初音的球拍其实也蛮多年了 而且收到蛮多支球拍的 还记得我第一支收到好像是两年前 那时候他们寄给我这个女王拍 那那时候我收到的时候我对初音的这个评价 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打初音的球拍 我想说他的这个颜色啊 我那时候影片有讲到 全速的球拍会让人家感觉到 好像一点对不对 淘宝低价拍对不对 他们很喜欢弄全速的对 所以我就那时候觉得说 就是这个比较设计感比较少一点 当时是这么觉得 那直到我这两年收到这么多初音的球拍 当年我认为全速的球拍看起来就是很廉价 那到现在呢我看到厂商有拿这种全速色的球拍 我反而开始会联想到 他拿的应该是初音哦 所以很显然的这个初音 他维持这种速色的风格 然后他球拍现在这么多 各种颜色都有 已经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 对不对 风格一套设计与会 我个人觉得算是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啦 但是我自己还有觉得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也是许多这种二线厂商都有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框形几乎都是一样的 都非常的类似 他的每只型号 就是没什么变化啦 可以这样讲 像我收到初音这么多支球拍 对不对 几乎改变不了 就是那些破风框跟这个螺旋形的这种框形 就有一种我在打一样的球拍 只是规格比较不一样 就这个头重一点 这个中感硬一点 这个头轻 这整个重量比较轻 就是不同规格的球拍 但是同一个框形在轮流换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可能了无心意 那这其实也是许多这个二线品牌的共同的缺点 不过我觉得缺点也是优点 这是一个双面刃 我就回想到我之前上一集拍的这个NF800这支球拍 对不对 我那时候有讲说我实在是不太明白 为什么明明就是同一个系列 对不对 框形完全不一样 就是做出一个完全不同设计的球拍 那你想想看 你看这些一线厂商他们之所以可以这样子做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他们是一线品牌 知名度就蛮高的 第二个他们的销量也蛮好的 所以他们就有资金 足够资金去开发这种不同的框形 去尝试不同的设计 那你看我那个NF800的例子 我NF700我很喜欢 对不对 我想说但是想中感一点 头重一点 我就等了NF800 就NF800完全是不同的框形 对不对 就那时候有点失望 但是这种问题在二线品牌就不会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框形 然后各种不同的规格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喜欢初音的这种 螺旋形的这种框形 那恭喜你 你绝对能找到一支适合你的球拍 因为初音把各种排列组合都做过一次 有4U的头比较轻 4U头比较重 4U中感不硬的 4U中感比较硬的 或3U 基本上各种排列组合都排出来 所以你可以说初音有点了无心意 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也同时呢 如果你喜欢这种框形 你一定在初音上能找到适合你要的规格 因为什么规格都有 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都比较喜欢用这种二线品牌的球拍 因为只有在他们的球拍里面 我比较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参数 那这个就见仁见智啦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你们对这个看法是怎么样呢 对不对 底下留言我们一起来交流吧 那最后我们要把这个三支全新的球拍送给各位啦 那送的方式就跟往常一样 你知道我的粉丝团会有个同篇的贴文 你就分享 社公开 然后底下随意留言 我们一周后就抽出幸运的观众 那这三支我穿过车试用的球拍呢 我会放在这个频道会员作为 我们这个频道会员每个月的这个奖励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们也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啦 最后再感谢一下我们的初音 提供这么多球拍送给我们的观众 那如果你觉得影片不错的话呢 也可以底下按订阅看我未来更多的影片 粉丝团也可以按赞来关注我最新的消息 我们每周五晚上9点 会在YouTube开创线直播跟大家聊聊天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